炼药师大会后 服用三文清零丹进一步提升自己 是硝炎上云蓝宗前的最后准备 蕴含三种火焰能量的三文清零丹 在短时间内让硝炎顺利突破至八星斗狮 并在其体内顺利汇聚出成为大斗狮的最关键之物 斗金 但是这次的晋级却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顺利 该死 此生出不久的斗金 无法消耗如此庞大的能量 马上就要上云蓝宗了 可别在这里倒下 所以呢 你说话快点 永不醉 小元 退出去 这里我们自会做主 这个小家里面都被他丢劲了 原来是这样 活该 一个废物啊 屁的事 我相信 我儿子不会一辈子都是废物 区区流言蜚语 日后在现实面前 自会不攻而破 多谢你 不计 云蓝宗的贵客历临 是陆宅彭壁生辉啊 不知诸位因何事而来啊 哎呀 实在抱歉 竟然把三少爷给忘记了 嘿嘿 我马上叫人准备 二重楼宁 看来我在族中的地位 是越来越低了 小元哥哥 坐这里吧 你又帮我解围了 小元哥哥 你知道那个少女是谁吗 谁啊 萧叔叔 侄女纳兰燕燃请来拜见 纳兰燕燃 纳兰老爷子的孙女纳兰燕燃啊 原来是纳兰侄女 萧叔叔可有好多年 未曾与你见面了 可别怪罪叔叔眼镯啊 萧叔叔 侄女一直未曾前来拜见 该赔罪的可是我呢 以前便听闻 你被云运大人收入门下 没想到果然是真的 侄女真是好天赋啊 嫣然只是好运罢了 萧组长 今日所求之事便与少宗主有关 葛叶先生 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 云兰宗宗门严厉 宗主大人对少宗主期望甚高 将其视为下一任云兰宗宗主培养 为了让燕燃安心修炼 所以 所以想请萧组长 能够 能够 解除辉月 就是啊 你们应该知道 在这斗气大陆 女封上门强行解除婚约 对对方来说意味着什么 嗯 萧组长 我知道这要求有些抢人所难 但还请看在宗主大人的面上 萧组长 还不中手 别忘了 是萧家组长 嗯 那兰之女 今日毁婚之事 那兰老爷子可曾答应 爷爷不曾答应 不过这是我的事情 我自己可以决定 那兰之女好我想 老魄里 纳兰素有你这样的女儿 真是让人羡慕我 萧叔叔 叫我萧组长就好 叔叔这称谓 我担不起 你是未来的云兰宗宗主 日后也是斗气大陆的风云人物 我家炎儿不过是资质平庸之辈 也的确配不上你 多谢萧组长体谅了 宗主大人知道今天这要求 有些不合规矩 所以特地让在下带来一物 就当作是赔礼了 这是咱 他能让九段斗志气 百分百成功凝聚斗志气悬 成为一名真正的斗者 这也是本宗名誉长老 骨盒大人亲自所列 死药 竟然还是出自丹王骨盒之手 隔夜老先生 你还是把丹药收回去吧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给我闭嘴 萧颜 休得无礼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这里我们自会做主 二位长老 如果今日他们悔昏的对象 是你们的儿子 还会如此说吗 放肆 二位长老 萧颜哥哥说的没错 他是当事人 你们还是别跟着缠伙吧 父亲 纳兰小姐 刚刚你说 纳兰老爷子不曾答应伪婚之事 这人 初识看来倒也不错 怎么却也是个死缠难打的讨厌之人 我说过 这婚事与爷爷无关 那么还妄包涵 我爹也不会答应你们这样的要求 当初这门婚事 是两家老爷子亲自许下的 他们还没有开口解除 那这婚事便没人敢解 否则 便是亵渎死去的长辈 我想我们族中 应该没人会干出这种逆之事吧 你 你究竟想怎样才肯解除婚约 选平常少 好 我可以让老师再给你三枚聚弃散 另外 你若愿意 我还可以让你进入云蓝宗 休息高深的斗气功法 这样够了吗 好慷慨的事实啊 我 就是想把你给 炎儿 不可无礼 萧炎 不管你是否愿意 你还是解除婚约吧 请记住 此次我前来萧家 是我的老师 云蓝宗宗主 亲自收肯 你可以把这当作胁迫 不过 现实就是这样 你也很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 我们基本没什么希望 那段小姐 我脸皮后倒是没什么 可我的父亲 他是一俗之掌 今日若真答应了你的妖巧 他事后还如何掌管萧家 还如何在乌坦车立足 今日的确是燕燃有些莽撞了 我可以暂时收回解除婚约的要求 不过 你要同我做一个约定 退婚之事 我可以延迟三年 三年之后 你来云蓝宗向我挑战 如果你输了 我便当众将婚约解除 如果你赢了 也不会让萧叔叔太过难看 纳兰小姐 想必你也清楚 炎儿现在的状况 让她拿什么与你挑战 如此这般羞辱她 可笑吗 萧叔叔 这种事情总需要有人去承担后果 若不是为了保全您的面子 燕燃此刻便会强行解除婚约 然后公布于众 萧炎 三年之后 还是现在 你自己选 你想退婚 不过是认为我萧炎一线废物 配不上你这天之娇女 若非婚约 本少爷根本瞧不上你半分 你 云蓝宗是很强 可我还年轻 有的是时间 没错 现在我的确是废物 可在日后的岁月里 你凭什么认为我不能翻身 纳兰小姐 看在纳兰老爷子的面子上 萧炎奉劝你几句话 三十年何动 三十年何戏 末期少年穷 我萧炎的儿子就是不凡 你凭什么教训我 现在的你只是个废物 好 你若有本事 就让我看看你如何翻身 三年之后 我在云兰宗等你 到时候你能打败我 我纳兰燕燃今生为奴为婢 任凭你处置 是 三年后 如果你还是这般废物 解除婚约的契约 别乖乖给我交出来 不用三年之后 我对你实在提不起半点兴趣 不要以为我萧炎多在乎你这什么天才老婆 这张契约不是解除婚约的契约 而是本少爷把你逐出萧家的修正 从此以后 拿兰燕燃与我萧家 再无半点瓜葛 你 你敢凶我 父亲 三年之后 衍儿定会去云兰宗 为你亲自洗刷 今日支持我 我相信我儿子不会一辈子都是废物 区区流言蜚语 日后在现实面前 自会不攻而破 你 三年之后 我会找你 我相信我 你们听不懂 你认识了 我也在这儿 你参照自我们的脖子 您是乎你 我手里 要是 我们自己的脖子 你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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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蟹终于可以 不受身体的束缚 力体而出了 看你的气息 似乎达到大斗失了 这应该才是 你真正的实力吧 之前的力量 是因为你的体内 封印着某种 强大的能量 我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没错 我体内确实有着 也不属于自己的力量 我一度非常依赖她 不过 现在终于清楚了 什么才是我真正的力量 明天必要去云兰宗了 还是这样好看 事情完了以后 你打算去哪儿 回萧家 回去一趟 不过 之后会去嘉南学院 去找薛儿吗 等我离开以后 还麻烦你帮忙照看一下萧家 这份情 之后我会回报 回报 怎么回报 拜托的事可还没开始呢 你还在恨她吧 拿兰燕燕燃当年那个举动 让你努力到现在 是不是在想着 明天就可以让她 为当年的短浅目光后悔了 这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的我 只是单纯地想给萧家 给父亲 找回他们应有的尊严 好 这三年最大的收获 就是遇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们 虽然 他们有的让我身陷险地 有的帮我掏出泥沼 但就是这样 才让当年那个自大的我 清醒了许多 我现在觉得这里无比强大 三年之月对我来说 就只不过是要完成一个 年少轻狂的约定 给自己的这段成长 画上个句号而已 可你还是得赢啊 无论任何事情 都似乎有个结果 我的路还长着呢 早上好啊 小盒子 早上好 我只不过 我只不过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我只不过 那些无法重现的惊喜 只需要 记得 从前现在都要坚持自我 多点幽默 过去的走过去就过了别过 何必再多说一诺了就去做承诺 不应推脱故事之中 唯独自的主要角色是你是我 多余的流动虚逐步了太多 还有愿什么要断的就断的礼拨 无惧斟酌总是剧重 总是相伴的主要角色是你是我 北风的催促 未必就因此白落 干涸的白落 反而沾染美丽的红色 你在诉说 这种所得全部都是自己如何抉择 过去的走过去就过了别过 何必再多说一诺了就去做承诺 不应推脱故事之中 唯独自的主要角色是你是我 多余的流多余就多了太多 还有愿什么相伴的就断的礼拨 无需断酌总是断重 总是相伴的主要角色是你是我 无需断酌总是你是我 无需断酌总是断重 总是相伴的主要角色是你是我 是你是我陪你陪我一起度过 无需断酌总是你是我陪你 肖家 肖炎 我去